大家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 我们本节课呢来讲解数据结构面试题剖析当中的单循环链表 指示点呢为单循环链表 单循环链表 它的这个简称呢就是循环链表 它是线性表的 另一种链表表示 它的节点结构与单链表相同 由一个数据域和一个指针域组成 与单链表不同的是 链表当中 表尾节点的next域 不是那了 而是存放了head所指节点的地址 在单链表 在单循环链表当中 判断 当前指针 是否到达 链表尾的条件是什么呢 当前指针等于head 单循环链表 也分为 带头节点 和不带头节点 两个 结构 对于单链表 对单循环链表而而言的话呢 只要知道 表当中任意节点的地址 就能够便利表当中 其他 任何节点 循环链表的 呃运算 和单链表 类似 不过呢 在 呃 链头和链尾处理的时候呢 有所不同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实现我们 电 呃单循环链 链表 OK 首先呢 我们引用图文件 std LAB.h OK 首先我们定义一个struct lank list 比如说他的这个元素呢 int型的 deter 然后呢 lank list 新next 是他的一个这个地址域 好的 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实现 呃 我们的 双链表函数 首先第1个函数呢 是构造一个 空的 线性表 呃 构造一个空的线性表 呃 standards 返回之类型 anit list 现在我们这个standards呢 是无法识别的 然后呢 我们图文件添加我们现有项 加入进来 这是我们的辅助软件包 当然我们不用关心 他是什么 好 我们在这块呢 也用他的这个投文件 include assistance ok 现在的话呢 就可以识别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 是这个anit list cl 啊 他是个 循环的 然后呢 兰克 兰克 新l 呃我们给他加上注释 这个是 构造一个 呃 空的 线性表 这是什么呢 首先第1个呢 新l 等于 兰克 l 等于 兰克 Struct Lanclist 我们是Lanclist型 好的 然后的话呢我们来分配存储分配失败判断 if非L 非星L 则什么呢? 就说ifL 非L 则 退出程序 Exit Overflow 否则的话呢就指针域指向投击点 星L 兼 就是这个L兼Next L兼Next 就等于L 当然了我们这个 这里面呢还有一个 Head Lanclist 新Head 好的 然后的话呢 然后我们最后呢是 ReturnOK 就是Return Success 好的 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来 销毁 销毁限限表 销毁限限表 这个呢是 构造一个空的限限表 销毁限限表 销毁限限表 Standars DestroyList DestroyList Lanclist 星L 首先第一步我们P指向投击点 Lanclist QOP P指向投击点 RJ Next 然后呢我们看判断他有没有到表尾 ValP 不等于L 则什么呢 则让Q 等于P 接Next 然后呢 Free Free P 让P呢 等于Q 到最后呢 到最后呢 我们就Free什么呢 FreeL 就可以了 让L 等于那了 Return Success 好的这是销毁 呃 销毁我们这个循环这个限限表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操作 呃在L的第二个位置呢 呃插入元素 插入元素 Standars 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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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sert List Insert List 然后呢第一个参数呢 为 Lanclist 新L 新L 位置 Insert I 然后呢插入元素 Insert E 然后呢 首先呢 我们P呢 我们P呢 它指向头节点 定一个这个 Lanclist P 等于 新L Gnext 等于这个Lgnext 然后呢定一个这个 新S 好的 定义硬质型的G 等于0 来 便利 判断 F I 小于等于0 或者说是 I 大于 List Lens C C L L 这是我们的 它这个L的这个长度 加上一个E 这是无法 在这个第一个元素的形式 这个插入 我们就retail error 然后呢我们在 Wire 循环当中 进行这边类 Wire G 小于I-E 小于I-E 我们就让这个P 等于P 接next 然后呢让G呢 进行自家 找到了我们的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生成新的节点 S 等于 来申请内存 Lenclist Malc sizeof struct Lenclist 然后呢让S呢 接data 等于E 就是插入元素 S接next 等于P接next P接next 等于S 判断 ifP等于L 就是来改变 尾结点 改变尾结点 改变尾结点 然后L呢 等于S 最后呢 retail success 好的 这是我们插入元素 插入元素 对于我们 就是我们这个单链表 单循环链表的 他的这个讲解呢 就我们就讲解这些吧 首先呢 包括我们的这个构造 一个这个 单单循环链表 然后呢 是销毁单循环链表 单循环链表当中呢 插入元素 插入元素等等呢 他呢其实呢 他们的这个 原理呢 给我们的这个 上级课讲的这个单链表呢 原理呢是 相相一致的 只有说是 循环链表呢 它是起到一个这个循环的一个作用 下面呢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本节课的课后题 课后题 课后题 我们是 定义一个 单链表 单循环链表 并实现其删除元素函数 好的 呃 关于我们这个单循环链表的知识点呢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好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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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